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电帝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庆陈老师 哇上礼拜五大涨上来 哇很多人看到大涨又开始跳进去了 结果今天马上的一个这样 重挫的一个大跌下来 其实对于今天的一个这样今天的一个下沙拉回会意外吗 会意外吗 如果你是我的一个会员朋友我相信 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四跌顶榜我们买四档股票 上礼拜五大涨上来 这四档的一个股票我们又轻轻松松 先获利出一趟 只要你是我的一个会员我相信 每个人大家都有目共睹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包括什么 包括第一个家金 你可以看到都有讯息为证 这就是大师兄跟其他专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你看礼拜四 你自己去对对看礼拜四买进跌停板 礼拜五大涨上来 开心获利出一趟超前部署朝底成功 礼拜五大涨上来开心赚是不是卖的很漂亮 再来第二档6182的一个合金 也是一样 礼拜四跌停板买进 礼拜五大涨上来 先开开心心怎么样 获利出一趟 礼拜四跌停板 没有能敢买 礼拜五大涨上来你才想要去追 当然今天下杀下来 你的心情又会怎么样 坎坷不安 但是你可以看到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就是让你可以看见财务的一个未来 包括的一个五四八三的中美金也是一样 都有讯息回证 礼拜四跌停板买 礼拜五大涨上来开心获利出一趟 还有8299的一个全年也是一样 礼拜四跌停买 礼拜五开心赚场停 开开心心 把获利给放进口袋里 让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可以欢喜度做梦 所以谁才是市场上真正的赢家 我相信 大家都有目共睹 赢家跟输家当下立办 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真的是很重要 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多 其实 虽然今天的一个指数再度下跌 我想很多人 可能又开始感到悲观 以及恐慌 那我也认为大家并不需要这么的一个悲观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你可以想到吗 每一次在高档的一个时候都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大堆这个利多吗 当时候的一个高档很多人不是告诉你说 哇台股还要涨到一万三一万五 几乎比比皆是 但是在低档的一个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一个负面新闻 都是一个这样立空的一个消息 甚至很多人告诉你说 未来的一个欧洲美国可能新冠会员的一个感染 可能会超过一半以上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超过38 美国的GDP可能会减少 第二季可能会减少38 诸如此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负面空风的能量 你会看到现在都怎么样 哇都是一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空的一个讯息 所以为什么当时候 当大家市场疯狂追逐的时候 3月9号你看金向光 我们要卖股票换钞票 3月9号为什么要卖 不卖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股票 现在都是这样一档一档腰涨下来 为什么要卖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多档马其洛环件11423很重要嘛 11423的一个多档马其洛环件的一个跌破的话 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杀杀了多少 杀了两千多点了 你看你跟着大师兄导步 那这两千多点的一个这样 指数的一个下杀拉回 你是不是就能够怎么样 避开风险 那么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下杀的一个拉回 来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很多人看到的一个指数 每天的一个这样 每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探底 很多人可能心里会觉得怎么样 会觉得很怎么样 很坎坷不安 但是利空碎链底部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如此 他必然会怎么样 反护不断的一个这样 反护不断的一个震荡主体 那随着一个指数来到的一个10年线之下 难道在这个地方都完全没有机会了吗 倒也未必 各位今天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 目前多方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利息 第一个 现在融资啊 做减到剩下多少 上市公司啊 剩下922亿 这是历年来20多年来的一个历年的一个滴水费 第二个就是什么 互乖利率过大 已经怎么样 已经严重超跌嘛 那大家也都知道 当堂皇被压压压压压 一旦放手的时候 他的弹生速度都会特别来的快 特别来的凶 第三个技术指标 不论KD不论RSA都进入了一个超卖区 还有各国的一个央行跟政府 就是一波接一波 那虽然昨天的一个这样 昨天的一个美国新救世的一个方案 那双方在共和党跟民主党没有取得共事 所以也敲了一盆的一个冷水 但是没有取得共事 并不代表这个的一个方案 他不会怎么样 他不会实现 这是两回事 所以市场有时候会怎么样 有时候会过度解足 那其实这个行情看法很简单 当惯性改变的一个时候 就是台股准备起工之时 三日不脱第一 惯性改变就是台股 准备 发动的一个时候 那目前来讲的话 惯性一 今天比较好的心象就是量缩 成交量今天已经萎缩到1470而已 量缩它代表一个好现象 也就是说 一定要让它量缩筹码让它沉淀嘛 你每天2千多一冲来冲去冲来冲去 那这个行情怎么会稳定 那一定会量缩 那量缩它会进行一个这样 进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扩顶 那么第二个就是VIX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数 连两日便没有再创新高 我们可以看到 VIX指数上礼拜五降下来已经来到66.05 最高是在上礼拜四的一个时候 来到这个85.47 所以未来大家可以注意 只要VIX不再创新高 惯性改变的时候 一波暴户性的一个反弹就渴望展开 那么第三个就是怎样 G7将联手干预什么 美元的一个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啊 很多人跑去买黄金 结果黄金掉下来 跑去买其他的一个这样 避险工具 结果避险工具都掉下来 事实上再次很多人都怎么样 很多的一个市场之心 他是转进什么 转进美元 所以使得一个美元的一个指数 在这个地方 在金融的一个动荡 以及全球的一个股市大跌过程当中 失去的一个美元 他反而变成是什么 反而变成是元凶之一 那么现在的一个G7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各国的一个央行 都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 也将联手的一个干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一个美元 目前已经怎么样 开始有一个这样 做一个回调的一个下来 这是好现象 那么第四个惯性 就是当疫情趋缓的一个时候 那你想想看 如果疫情一旦趋缓 未来会如何 当然现在很多人会升会瘾 未来的一个德国 可能感染率会到达60%70% 哇 美国的感染率可能会到达什么 会到达 会到达一半以上 大家好像都是这样 嘴巴喊喊都不用负责 并且你可以看到 随着一个股市跌到的一个10年之下 现在的一个国安基金也开始进涨护盘 我们从过去的一个这样 每次国安基金进涨护盘的一个时候 虽然不见得是最低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每次国安基金进涨护盘的时候 都有助于稳住的一个这样 整个的一个市场信心 到最后的一个成效都非常的一个不错 从过去历年来的一个情况 不论是第三次第四次 第二次第五次第六次都一样 甚至你可以看到第三次的一个国安基金 哇 护盘 然后见到5255低点之后 一波大涨上来从5252点 55点 一波大涨来到9807点 第四次国安基金进涨护盘 从指数建到3955点之后 一波大涨上来 来到多少 9220点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情况 也是一样 目前在立功税链底部的过程当中 就在什么时候的一个这样 惯性改变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你要如何进行的一个加差操作 来创造累积更多的一个财户 我想这个才是怎样 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啊 那么怎么样来进行的一个 价差的一个操作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一个国安基金 他护盘他会护谁 一定是怎样 请贼先请王 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他是不是一档的一个好公司 我相信绝对没有人会否认 他是一档的一个好公司 那么今天的一个股价跌下来 我不是叫你去追他哦 很多人看到礼拜五的一个大长 哇跳进去去追的话 当然今天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被打一巴掌 因为第一个他的一个股本 他是一档航空母舰 就算今天国安基金护盘 他一定采取什么策略 大跌大买小跌小买 不跌不买的策略 这就是国安基金一贯的手法 来无影去无踪 所以你会发现啦 台积电今天大长上来 你当然不能够追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台积电 今天还会怎么样 还会最多的开地下来 但是开地下来 明天如果再有压回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其实非常好做啦 为什么非常好做 你不要小看哦 这种的一个大型股 有时候2% 3% 3% 5% 累积起来也是不得了了 你一天只要3%就好 一天3%一个月就多少 一个月20个交易日就6成了嘛 但是重点你要怎么去掌握嘛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么怎么样来掌握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掌握的话 你来找大师兄 哦 特别是大师兄的一个这样 标股信念地的一个Telegram 你务必要加入 因为Telegram盘中如果有好的机会 更为及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 第一手讯息 大师兄都会怎么样 无事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第二档要谈到的就是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国具今天量缩下来了 量缩下来是一个好事 但是量缩下来如果明天再谈上去的话 我会是叫你去追他哦 但是你可以知道哦 他未来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第一个 过去因为什么五万费源的关系 所以致使他的一个护工率 一直没有办法展开 但是现在这个下游的一个怎样 开始陆续回补的库存 护工率也开始攀升 因为被动元件有7成都在中国大陆 那你可以看到护工率攀升的话 那么第三月甚至4月第二季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营收营运都会比怎么样 会比第二季第一季还要好 所以你要知道股价一定都领先反应在前面 那这一波反应的一个五万费前疫情的一个利空 我事前我也告诉大家 2月25号的时候事先提醒你 我说你不要再追了 你不要再追了 如果你有听进去我恭喜你 那么现在 已经怎么样腰斩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怎么样 要去砍 我个人认为倒也不用 倒也不见得 因为跌升必定会有反弹 只是在反弹进行扩底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来价差操作 我想这个很重要 不只是国际 包括的一个华清科也是一样 如果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你有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标普新天地的9-end以及Telecom 你务必要赶紧跟上脚步 包括的一个 系军园龙头的环球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上礼拜 礼拜五的一个 亮灯掌淋满好多人看到亮灯掌 跳进去 结果今天怎样 噗通就跌下来 你可以看到最近了 最近的一个这样 最近的操作 大跌你反而要赶买 但是急拉上来的时候 你反而要懂得怎么样 你反而要懂得找卖点 戏剧园这一块的一个族群 我可以告诉你 整个这个营运的一个展望 持续看好 这一点是没有改变 只是短期因为怎么样 因为整个这个疫情的一个干扰 所以短期他的一个股价还会持续做一个反护上下的一个做震荡 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利用价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一个财户 甚至包括的一个台生哥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台生哥表现非常强 来到的一个这样季线 就开始怎么样 指纹上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他今天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假 我想这个都是你所要了解的一个这样 了解的一个重点嘛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追哦 我不是叫你去追哦 我只是告诉你说 像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 人家今天会相对抗跌在这个地方 一定都有他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我想这些原因跟理由都是你要去怎么样 你都要去了解的一个重点 那甚至包括一些设计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联花科 虽然智慧型的一个手机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武汉会员疫情的关系 所以致死的一个手机的一个趋缓 也造成的一个联花科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遭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联花科 哇难得八年实施的一个一次的一个库涨股的制度 预计买回的一个15000多张 当然短线的一个护挡股 他对于股计公司的股价有所激励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联花科 这样一档股票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你怎么样运用的一个高速低进加差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策略 帮你把过去你自己的一个损失 能够快速把它赚回来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操作 你来找大师兄大师兄来帮你 甚至包括的一个郁军光 你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过去带会员朋友 大赚特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你 我持续看好他 我持续看好他什么时候出手 你就跟着我的一个脚步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未来这个苹果的一个心机 的一个7的一个这样7P的一个镜头 这时候未来他必须怎么样 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这是不会改变的嘛 而且他也获得一个苹果的认证 未来对于整个这个郁军光 他的一个营运他的一个营收 他的业绩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去年赚了将近25块 他的一个让业绩爆发性的一个大增长 而这一次因为武汉汇炎疫情的关系 股价的一个这样腰转下来 腰转下来反而就是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你要怎么来做掌握 那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通过加插操作的策略 原本可能我反弹三成 但是我过到加插操作的策略 我可能把可以把三成拉大到五成 甚至拉大到八成 我想就是现阶段的一个让操作的一个重点 你现在要想他说哇 他今天跌到的一个297.5 要他股价马上又 就做直升机再回来的一个600多块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吗 他一定怎么样一关一关过吗 已经来到一关的时候他会做震荡 来到下一关的时候他又会做震荡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高出敌均 加操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甚至包括功率放大器就是看两档 一档就是红杰科 那包括的一个网通股就是看什么 看联雅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联雅 他表现非常的一个强 这些都是怎样 这些都是我跟他讲的 勤贼先勤王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但是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笔过高 那今天大涨上来明天要去追吗 当然不要 当然不要 重点是像这样的一个让 这样一档的一个好股票 你要怎么样来怎么样 来进行驾操操作的一个策略 那包括的一个 Po功率放大器的一个稳貌 红杰科也是一样 那这些都是 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情景 持续看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 持续看好的一个产业 那今天的一个股价跌的都非常的深 就如同股城巴菲特说的 当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恐惧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贪婪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一个恐惧 很多人很恐惧的时候 反而就是你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说真的 你只要懂得架杂操作策略 真的很快很快的 就可以帮你把过去所失去的给赚回来 甚至包括的一个PA 功率放大器的文貌也是一样 那这些股票都跌得非常的深 那指纹辨识的一个这样 指纹辨识的一个系统 记忆体就是看什么 就看群联 所以为什么群联 礼拜四铁定板我们要买 我们要出手买进 然后礼拜五涨停板 我们要顺势怎么样 先获利出一半 那今天压回来 我告诉你 这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 很棒的一个机会 那甚至包括IC债盘就是看什么 就是看星星 你要知道 未来的一个AI5G 而这都是未来趋势 包括高效的一个运算 物联网 那这些都会带动整个的一个 IC债盘的一个人需求 持续怎么样 持续旺盛不减 当然IC债盘你要知道 我现在要买哪一档股票 不是说哇 今天的一个星星 哇 你看到的一个蓝电今天 今天这么的一个抗跌 你反而跳进去蓝电 结果今天蓝电是怎么样 是杀跌停 反而今天的一个星星 反而表现相对抗跌 你要知道现在的一个人 主力的心态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的一个蓝电 相对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不认识他的一个本益比 他的一个位置相对都比较高 那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主力他会怎么做 你好好去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甚至包括的指纹变式的系统 就是看什么 就是看神盾 你可以看到大师兄都帮你 把这些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股票把它挑选出来 把它挑选出来 所以各位进来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把握接下来 接下来 让你可以翻身置户的好机会 你想把握接下来 价差操作 然后来累积 创造更多的一个财户 来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助你一倍之力 让你可以赢在起跑顶上 怎么样赢在起跑顶上 很简单 只要加入Nine的或是Telegrade 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相信大师兄绝对是各位投资 路上的一个好朋友 让工商时报 要绩效七冠王的一个记录宝之人 带你亲自带你来全力锁定 有30%空间以上的 潮底钻石股 这个很重要 要潮底也要跟对人 那怎么样来怎么样 怎么样来潮底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操作的话 还没有加入标股新天地的 Nine的或是Telegrade的投资朋友 来QR call赶快赞忙一下 Nine的Telegrade 代表是Telegrade 你想掌握盘中更为及时的讯息 那你就是加入我们Telegrade 如果你想了解盘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解析 你就直接加入我们Nine的 我们每天的一个首页都会 盘后都会怎么样自动更新 所以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QR call 赶快赞忙一下 或者是你想在明天 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大师兄掌握到好几场股票 一旦机会无限我们就会出手 你想掌握明天 绝佳买点机会的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预约绝佳买点 的好机会 来02-232-19933 02232-9933 给你贪了 轻轻桑桑 我们明天后一天见 拜拜 拜拜